深夜十点陪你读书 这里是十点读书 我是主播佳音 那么今天我们想和大家分享到的文章是 情绪的毒 身体都知道 前几天 拳王邹世民的妻子 染影影在直播时 忽然情绪崩溃 他哭着说了很多零碎的话 大家纷纷问他怎么了 但也没有得到结果 最后和大家匆匆说了 晚安好梦就下播了 第二天 染影影在微博里回应道 每个人都有些情绪 有些人选择闷在心里 而有些人选择说出来 我这种外向性格的人 从不让情绪过夜 聊一会儿哭一场 一切烟消云散 用积极向上的正能量 去拥抱第二天的太阳 大家都要找到 适合自己的情绪排泄渠道 身体健康 吃妈妈香 染影影之前在参加 妈妈是超人的综艺时 也曾在半夜躲起来哭 我也好累 我只哭五分钟 我哭了五分钟 我就好了 随后他对着玩具熊 喊话邹世民 你最厉害了 我们都支持你 你要快点回家 我们家不能没有爸爸 有人说 他情绪反差大 不成熟 但才看到 他一个人照顾三个 年纪相仿的孩子 为了邹世民的事业 四处奔波后 也理解了他的不应 所谓情绪稳定的人 并非没有情绪 而是为自己的情绪 找到了出口 北京协和医院 肿瘤内科副主任医师 王颖毅 在一则采访中谈到 不良情绪 会扰乱体细胞的正常发育 抑制抗体反应 长期拥有不良情绪状态 其肿瘤的发生率 可以高出正常人的三倍以上 在临床上发现 肺癌 乳腺癌 前列腺癌等 受到情绪的影响非常明显 性格忧郁 感情不外露的人 患癌症的风险 比性格开朗的人 要高出15倍之多 除此之外 情绪和癌症的治愈率 复发率都有明显的关系 心理不痛快 真的会别出病来 而不同的情绪 也会带来不同的疾病 情绪的毒 身体之导 是一本探究情绪与身体的关系的书 作者是一位身体心理学家 心理咨询师 擅长通过人的生活习惯和身体症状 来解读起心理状态 他从两万多兵力中得到一个结论 负面情绪会给身体带来毒害 肚子上的脂肪是心泛气躁的集合体 皮肤问题跟想太多有关 小腿出问题通常意味着对人生迷茫 便秘其实是爱拖延的体现 而作家路易斯海 也写过一张神性对应表 他认为愤怒会催生街子 长久的情绪问题没有解决 则和高血压有关 郁闷不乐 思想呆滞不流畅和血液病有关 被痛是缺乏精神的支柱和财物的支持 长久忍受内心身处的忧伤与愤怒 则和癌症有关 正如心理学家伍之洪所说 每种疾病都是一种表达 当我们压抑一些东西 不允许它在心理和灵性层面表达时 它会通过身体而表达 这就是身体的疾病 情绪的毒身体之道中谈到 生气的真面目 其实是想被了解 生气是一种激发性的情绪 背后往往隐藏着寂寞 悲伤 想求助 想被了解 渴望被爱的需求 而生气只是用来掩饰这些需求的盖子 中医认为 肾足恐惧 感触愤怒 非常哀伤 一个人爱生气最受伤的就是肝脏 我们都有一种体验 生气时会气血往头上冲 实际上 生气时血液真的会往大脑和四肢流动 这就导致没有足够的血液流到肝脏里 肝脏是负责排毒与代谢的器官 只要肝脏有足够的活力 就会对进入体内的物质一分析 进而了解 因为就算要排毒 也必须先判断清楚 该物质是否会毒害身体 可见肝脏是一个具有理解能力的器官 生气时最好的应对法 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先睡觉再说 只要获得充足的睡眠 就能带给肝脏充分的营养补给 如此一来 才有充裕的心力 思考要对谁生气 为什么而生气 想对方如何了解自己 除了肝脏 胃也是最容易受情绪影响的内脏器官 生气或心烦气造时 血里的血糖会增加 胃也会因此不断分泌出胃酸 而担心与犹豫等情绪会让胃贫血 迫使胃停止分泌胃酸 情绪不安时 胃里的食物会迟迟无法向大肠方向移动 相反 情绪激动时移动速度就会变快 造成食物还没有被胃液充分的消化 就移动向大肠 结果导致消化不良 另一个情绪的重灾区是乳房 情绪的读身体指导中引用了临床研究数据证明 乳腺癌与心理纠葛不无关系 但是 幼乳腺癌患者与左乳腺癌患者的压力性质却有差异 多数幼乳腺癌患者常年都有家庭问题 且往往无法对人启齿 导致患者不是没能察觉到 就是不想承认来自家庭的这股压力是造成自己患癌的原因 而多数左乳腺癌患者比较开放 也会以对方的想法为优先 但因为常常为了他人而行动 导致身体疲劳甚至过度操劳 因此在过度的压力下让身体失去平衡 由此可见 右乳腺癌显示的是常年累积的精神压力 左乳腺癌显示的则是身体上的压力 我们知道身体是有惯性的 你到了七点钟就会醒来 晚上十点就会困 习惯坚持得越久 改变起来就越困难 情绪也是如此 动不动就生气 有一点不顺心就烦躁 容易焦虑不安 你在一种情绪上停留的时间越长 改变这种情绪就会越困难 坏情绪会引发疾病 同样好情绪也能治愈疾病 科学家认为 沉着 果断 谦让 坚定 高兴 快活等情绪 能够刺激垂体 实现荷尔蒙的平衡 好情绪的疗效 可能会比我们所知道的 任何一种药物的疗效更佳 你也许听过一些 绝地逢生的故事 一些身患重病 却在积极的求生欲望下重获新生的故事 背后潜藏的就是正面情绪的力量 难得的是 良好情绪能够调节荷尔蒙达到最佳状态 这一点我们无法通过人工合成荷尔蒙来达到 也就是说 旷达的心态 愉悦的心情 使任何药物的作用都代替不了的 《卧虎藏龙》里有一句台词 当你握紧双手 里面什么也没有 当你打开双手 世界就在你手中 好情绪还是坏情绪 健康还是疾病 忍耐还是改变 很多时候都在一念之间 一个念头的改变 可能会给你完全不一样的生活 好了 这就是今天 我们想和大家分享到的内容 更多美文 也请你继续关注我们 也欢迎把我们推荐给 你的朋友和家人 一起在阅读里成为更好的自己 晚安 亲爱的